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他不可的 不过事业显然非常成功的他 却自认为是个不及格的父亲 给观众让我们欢迎今天这一对 本来不太熟的明星妇女党 曾志伟先生跟曾宝宜小姐 纵横港台演艺界三十多年的影坛大哥大曾志伟 以不到160公分的傲人身材 跨足演艺圈写下许多页辉煌成绩 但是在踏入演艺圈之前 曾志伟竟然是香港足球代表队的选手 转入演艺圈也从未想过要成为男主角 那他又是怎么从跑龙套的小角色 变身成为今天影坛敬重的大哥呢 至于和儿女之间的相处 曾志伟也因为年少轻狂 成了女儿阿宝口中最不熟的爸爸 曾志伟为了电影事业投入一生的青春 提戏后劲不遗余力 他笑称自己是卡通人物 却在一集老友纷纷隐落的时候 哽咽到不能自己 今晚的沈春华Live Show 邀请大家一起来看看 不搞笑的曾志伟最感性的眼泪 大家好 老爷好 还有宝宜 你好 宝宝姐 你好 OK 我觉得这个画面就很经典了 两位是不是从来还没有在电视上 同时这样出现过 很少 很少 对不对 因为一集的觉得 觉得怎样呢 两个人放在一块好像 是啊 对 有点奇怪 怎么会呢 妇女在一起很自然呢 因为这个可能是我自己从小的习惯 为什么 我生长在一个足球的世界 世家 足球世家 对 因为我包括是一个足球教练 对 那么巧呢 我第一个职业就是踢足球 对了 大家可能没想到 曾志伟大导演 以前是个足球明星的 对 好的 然后就我也有幸能够代表香港 对 去踢这个青年杯 就整个亚洲的青年杯 就这样 你还在属于国角级的 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多 在我里边听到人说 他当然能代表了 因为他爸爸 是教练嘛 对 那当然就理所当然嘛 所以我就一直很怕 我做很多事情很努力 都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 对对对 所以后来我就选择进了电影圈 就跟我爸爸完全 拉不上的关系了 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女儿 她应该有她自己成功的 是她自己的骄傲 不是因为爸爸带她出来 所以从她出道的时候 我就没有让人家感觉是 每一次都是爸爸带着她 对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她 能够在这个圈子成长 其实都是她自己努力的 这样得回来 会继续比较光荣一点 是 不过当然了 我觉得宝宇的努力 大家是游牧共睹 但是我觉得这个曾导演 你是有一点避重就轻 我说的是说你们本来不熟 是说你从小 其实跟宝宜很少在一起 这个是 你们的互动很少 对 因为我宝儿 不要结巴 对 这个讲 讲到这个地方就要稍微 因为她两岁开始 两岁 我就跟她妈妈离婚了 离婚然后就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还是个五行 我没有太大能力去带她 然后就 我爸爸妈妈就带着她 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 那个时候我在香港 对 在工作 对 所以就她是我爸妈妈带大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 我只能够有能力 我就来看我爸妈的时候 也见见她这样子 是后来 好一点了 她比较大一点 我那个时候 祝导也找我来拍戏 我才有机会 几乎有五年吧 就每年几乎有三个月 都在台湾 那个时候见面比较多 其他时间几乎都是 我在香港 她在台湾 对 所以父女两个人呢 是相隔两地的 其实宝儿要不要谈一谈 你这么小的时候 两三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决定分开了 然后你慢慢慢慢懂事 才发现说 原来我跟爸爸没有住在一起 你那个时候心里面 会有什么想法吗 会不会觉得 为什么爸爸都不常常来看我 为什么我不跟我的爸爸 住在一起 为什么他们要分开 小时候其实不会这样想 我常常说就是 你没有拥有过的东西 你没有那么想要 就如果说今天我是 比方说八岁 九岁 十岁 然后我父母才离婚 我可能会觉得打击很大 因为我曾经拥有过 就是爸爸妈妈都在家里 一起生活的那种景象 可是自我懂事 其实 就是我爷爷奶奶带大的 他们也对我非常好 其实我不会觉得说 我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是说 特别想要求什么 反正小时候我看到他会非常紧张 你看到你自己的爸爸 会非常紧张 超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就不熟 不熟 重点在这里啊 就是说因为他们不在一起 所以他们见面的时候 就觉得不熟 所以宝宜 你刚才说 因为你习惯了 反正从小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嘛 你不会去比较 你的意思是说 爸爸离婚离得早是对的 对不对 没有 我应该讲 我尊重他的选择 你长大之后 我就学会了 其实我尊重他们的选择 对 因为硬均其实对大家 搞不好都没好处 智伟 我觉得他这个女儿很贴心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怪过你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很难得 对 因为一开始我自己还很怕 以前没有做好 所以今天为什么你一开展介绍 就是说我自称是一个不合级的 不及格的办法 对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一直觉得我做得不够好 对 但是后来就是这么巧 她又走进了这个圈 那一开始我以为 其实两妇女走在一条路好像不太好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圈子会那个 其实她应该有她自己的选择 后来我知道她选择这个时候 我觉得很无赖 既然她喜欢 我也给她一个很自由的选择 但是一走了以后我就觉得 反而我轻松了 轻松了什么 她对我所有事情更了解 因为她知道原来这个圈子的人 就是这么不稳定 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最记得她还没有那么厉害 她弟弟才比较厉害 她弟弟也在香港走了这个圈 然后有一次她还提醒我 她说老爸 过两天就是弟弟生日了 记住要跟他吃饭 我还打个电话 生日快乐 生日了 要吃什么 她说后天我没空 她说要赶戏 对 没关系 我把戏赶完 我再打给你一块吃饭 这个就好像我以前 对 我就觉得他们很关心我 就想跟我吃饭 以为是我会很高兴 但是我就说很忙 其实没机会 生日对我来讲是 每天都是生日就有空 电影的人就有很奇怪的心象是什么 就是最好不要加期 加期都是工作的 对 人家上班了 我们就加期了 对 因为美国大的节日 过年是难节 都是要去表演 要去演出这样子 对 人家上班了 我们就闲了 所以永远跟人家的时间不一样 对 不过我知道 这个曾宝营在台湾求学的过程当中 有一段时间好像 你有点害怕让同学知道说 爸爸是曾志伟是不是 其实没有害怕 只是我没有刻意地去说 对 我觉得其实 可能也是因为 比方说我父亲也会希望 也不知道 我们其实都希望就是大家 还分得挺清楚的 曾志伟是曾志伟 曾宝营是曾宝营 对 因为你也知道 其实小 尤其是我们念书的时候 小孩子不是很懂 就会觉得说 你爸是曾志伟喔 对 那你跟刘德华很熟 对 他的重点在刘德华 对 曾志伟 对 然后你听了也是不是志伟 不是 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怀疑 他如果有机会 要问我拿照片的话 是不是武藏曾志伟 换一张刘德华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其实也不是刻意不说 但其实会知道就是会知道 很熟的同学就是会知道 对 但是其实也不会说 我爸爸要不去看我爸的电影 或者什么 其实我基本上不会做这样的事 可是好像有一些同学 因为就会认知说 这个曾志伟就是比较演喜剧片的 是个邪心 所以好像会笑说 你爸爸怎么跟曾志伟同名 他们可能还不知道那个是 你的爸爸真的就是曾志伟 对不对 不是 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那是我念大学的时候 已经到大学时代了 对 然后呢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 好像要登记什么东西 就会拿身份证出来 那其实旧式的台湾身份证 上面是有写副的名字 跟母的名字 对 然后呢 登记完之后 我同学就拿过来看 先看 照片好傻喔 翻过来一看 你好倒霉喔 你爸跟那个人同名同姓耶 然后我就 对 他说你好倒霉 对 我就 对啊 对啊 真的还蛮倒霉的 你没有立刻跟他说 我没有立刻跟你讲 我的爸爸真的就是曾志伟 对 他是第二天 听了别的同学说 其他爸就是那个曾志伟 他说不好意思喔 我说不会...不好意思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 我觉得很好玩 可是我就... 其实是他倒霉 对 我刚才看到那个 你爸爸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就想这是哪一个同学 居然敢戴这个帽子 说什么很倒霉 什么跟曾志伟同名 他当时脸色不太好看 他已经去世了 他已经去世了 阿宝 周周写家书 曾志伟 为何一封都不回 你一个礼拜写一封信 他都不回啊 因为...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自己一讲PASS 一后再来我回封 这样回... 以后我一忙 没有时间回的话 他就很失识 从来不回 他就不会 我刚才看到那个 你爸爸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我想这是哪一个同学 居然敢戴这个帽子 说什么很倒霉 什么跟曾志伟同名 他当时脸色不太好看 他已经去世了 没有... 不是... 没有 应该是... 不是... 因为我爸爸以前在电影里面 常常演被欺负的角色 对 常常被一些 所以他有一些 对 被一些什么冯翠凡啊 吴耀翰啊 都被那些人欺负 笑人吴马 后来再看到吴建道的我就说 他就有点... 就怕... 就怕 OK 好 有一个场面我就可以提一下了 就是我们知道曾志伟导演呢 在今年2008的3月24月份 得到了香港影坛的一个叫做 焦点影人奖 对不对 这个奖呢就有点类似像是 好像是终身奉献奖 算是一个对艺人的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那个时候阿宝也去参加了是吧 我去参加了 你好像还上台讲了话 对 你讲了什么呢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说的是 小时候通常我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爸爸不像别人一样 都陪在自己的身边 可是等到那天 我爸爸得了那个奖 我发现其实我爸爸把他所有的青春 都奉献给香港电影 他送给了所有的香港观众 甚至是全球华人的观众 其实我觉得我很骄傲 因为我觉得他的岁月 他的付出其实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OK 这只要掌声鼓励 得到了一个肯定 对不对 因为你觉得可能自己是不及格的爸爸 可是反过来他已经了解你了 你已经得到他的肯定跟谅解了 他保持着给了我很多的满足 比如说第一次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一定要我去看他拿成绩表的时候 对 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呢 但是我觉得一定有原因的 结果去了我才知道 原来在宣布所有班 第一名英文 珍宝鱼 中文 珍宝鱼 历史 珍宝鱼 地理 珍宝鱼 所有都是珍宝鱼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觉得我很渺小了 然后我一直觉得 阿宝永远活在一个 他就是郑志伟的女儿 阿宝 我说一来有一天 他是 你是不是阿宝的爸爸 郑志伟 对 这样子 结果有了 我记得我三年前来台湾的时候 就有人这样 我在那里了 你是阿宝的吧 就讲不出我的名字 好 那你这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觉得女儿成功了 还是觉得你 我觉得她成功了 你也觉得很安慰嘛 对 当然在这个小时候的互动当中 因为这个爸爸跟妈妈 很小就分开了嘛 所以你在心里面 其实也很希望能够 跟爸爸有更多的互动 你好像有一段时间 每一个礼拜 就要写一封信给她 对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 我那时候觉得 还是要跟她说说我在干吗 当然 其实我那时候 当然也是希望说能够 有所谓妇女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对 所以刚开始我还写得挺热心的 觉得说那个大概是几岁的时候 就国中高中 国中高中 就念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写得很轻 后来我发现 她其实是不会回信的 什么 你一个礼拜写一封信 她都不回 她一封都没回过 有 回过一封 太过分了吧 回过一封 回了一封 回过一封 你写了什么呢 写了名字 写了 最后写了名字 中央写了 哈啰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回过一次了 因为 阿宝的表情让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一封信的内容 显然是没有留下太大印象 你看你自己都记不起来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自己一起怕是什么 如果这个很多男人都会这样子 就我第一封再来 我回封 对 以后我一忙 没有时间回的话 她就会很失望了 因为奇怪了 爸爸怎么突然间不回我信呢 这个星期不回 下个星期不回 是不是对我厉害 从来不回 她就不会 再带上去 那这道真的很有用 我第一次听她这样讲 对 而且她还把全天下男人 都拖下水 对 因为帮我冲我通理 我真的觉得她很厉害 可是说实在的 我后来也意识到说 她真的不会回 可是我在想说 我要不要继续写呢 我觉得我还是要继续写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从电视上 电影上 在报纸上 看到她的消息 可是她没有办法从这些管道 知道我在干嘛 所以后来我改了一个方式 对 因为她写信 我不回信 她会觉得难过 对 不然我就改变 不写信了 就送她一个银行员 然后就叫她录音 每分钟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录下来 那也不错 每个星期或是两个星期 就把那个袋子寄给我 然后我来听 那我就不用再录回去给她 你还是不录回去 我以为你用录回去 总要这个回馈一下 我不会录 不会用那个机器 你不要听她乱掰 你真的好认真 你不要听她乱掰 你知道我跟我爸常常出去 吃饭或是什么的 我最常跟别人说就是 你不要理她都乱讲的 点菜也是你不要理她都乱讲的 对 去哪里都是这样 完蛋了 这个居然女儿最后的评语是这样 就很奇怪 观众就喜欢听乱讲的 所以 气死人了 老上节目就是讲一个乱讲的话 因为讲真的就 在每个节目就重复了 对不对 乱讲就可以 你不要带坏台湾的小孩子 我求求你了 但是我倒是听出来一个逻辑 那既然你以前在别的节目 都是乱讲的 你这次讲真的才不会重复 真的 我刚刚就讲真的 刚刚就讲真的 很难得 因为我知道这个节目很受欢迎 所以我第一次讲真话 对 没有错 阿宝... 你今天一定要调整一下心态 今天爸爸终于要跟你说真话了 对...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人 不太能接受假话 所以 你说得真的对了 我真的是不太能接受假话 而且会把人家的话 都当得很认真 所以你跟我讲什么 我真的会信以为真 所以阿宝替我担心 你看看我的表情就知道很认真 好... OK 好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在于宝娱的心目当中 一方面其实很想跟爸爸亲近 可是妈妈跟你是比较亲的 那现在你们这三个人的互动如何呢 就是说你跟这个爸爸之间的互动 越来越亲密 那跟这个宝妈呢 你要不要看一下 也很好 因为女儿现在大了 对 变成搖钱树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很骄傲 我很骄傲 宝姨这个是真心话 她现在把你当搖钱树了 谢谢... 没有啦 因为其实 长大了有时候很多事情 大家越来越了解 越了解 也可能我以前在电影拍那么多以后 现在可能就会感觉到 其实家里人会比较重要 还有聊起来的话题比较多 对 以前真的不晓得怎么沟通 因为好像有点对不起她的样子 其实有些观众有点好奇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曾志伟先生 跟这个阿宝的妈妈 就是宝妈 在这个小朋友两三岁的时候 就离开了 就是说那个感情的维系很短 那其实我看了一些资料 就是说我知道 其实你们两位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都非常年轻 对不对 那个时候宝妈才十八 九岁是不是 对 记得吗 那你自己几岁 十八 九岁 你也十八 九岁 十九 二十 十九 二十 错了 你明明就比她大一点 干嘛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 那么年轻就决定结婚 因为她生完孩子的时候 身体变形了 就... 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还有这个事情 没有啦 因为... 其实宝妈她是一个歌手 歌手 那反而我只是一个舞行 在那个时候认识的时候 你是一个舞行 对 宝妈是一个歌手 对啊 但是她为了我就是 反而就不再唱歌了 这样子 那后来就... 她把她生了以后 就... 家里发生一点小问题 那宝妈就要再出来唱歌 再出来唱歌 然后我自己也没有能力 所以就... 大家变得就... 站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少 那感情就是 人你不在的时候 慢慢... 就会这样子 就会这样子 曾志伟得意打败黎明 赌获张曼玉的心 秦湘琳啊 秦汉啊 秦汉啊 高又帅 对对对 从来没想过 我能够演一个 张曼玉喜欢她 不跟移民走的男人 那这个是... 这很难吧 基本上这个婚姻 的确是没有维持很久了 因为在这个... 这个宝姨两三岁的时候呢 这个婚姻就宣告这个离异了嘛 那... 其实我的意思也就是说 其实这对父女 比较特别就是 在小的时候呢 两个人没有互相的认识 反而是到大的以后 双双进入演艺圈 尤其是这个阿宝 进入演艺圈之后呢 因为他们的话题才更多 而且现在有很多方面 其实是可以互相的合作嘛 对不对 就其实她不算是一个电影人 但是她其实很关心电影 很奇怪 她十五岁的时候 看完英雄本事 就写个一封信给我问 爸爸 你能不能不要拍那些无聊的戏 能不能拍一些 好像英雄本事 那么有意义的电影 对... 那个时候我就跟姿姿讲 我就要拍一部这样子的 好 但是演员是被动的 不是说你想演 就有人想牵你 对 那个金雄本事 周润发的角色 不可能找我去演 对不对 要变得喜剧了 对不对 所以后来 我记得我第一次能够站在台上 拿第一个影医生来的演员奖的时候 影帝奖 对 我就说这个奖是送给我女儿的 第二次我有机会再拿奖的时候 我就故意说没空叫我女儿去帮我带领 让她感受一下老爸你写过的东西 现在... 对... 对... 好 其实所以这个有必要来聊一下 这个曾志伟的重影 电影之路 其实有很多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 对不对 你好像是你刚才说了 你是武行出身 然后你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替身演员 而且你的替身演员 还是帮女生做替身 我这个高度只能替女生 对 就很特别 就是一开始她在做武行做替身的时候 居然是帮女性的角色来做替身 那后来好像你就去当编剧了 对... 你先当了编剧 然后再去当了导演 对... 是不是这样子 所有东西都反过来 对 一般人是掩而优则导 不过你好像你比较是先去做导演 是这样吗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是会当一个演员的 那个年代没有演员是这个高度 演员都是秦湘琳 就是秦翰 周仁芭 对... 周仁芭芭 那个时候很光荣 高到我看不到那种 又高又帅 对... 所以我就一直想 我能够在幕后 能够在电影占一个地位 已经很不错了 后来改过来是因为 给我碰上了麦佳 她刚刚从美国回来 然后我就跟她讲了一个故事 她说其实你可以写故事 写故事我不会写的 她说可以了 反正电影呢 你五啥遍不流行 你五行就没得当 但只有还有电影的话 还需要编剧 你来编一编试试看 对 我想也对 我不踢足球 都是因为我怕 过了三十岁就没得再踢了 对... 然后我想找一个 比较长久的事业 比较长久的事业 能不能给我当长期学一学 对 那长期的时候我就 运气很好 导演给我剪接 那从剪接当辅导的时候 更多的剪接就会导演 这样就变成一个导演 当了导演以后 我最记得我跟演员拍戏的时候 我第一个戏拍 找了一个第二位男主角 我还跟他讲说 我说你刚刚带回那个戏 能不能这样讲 这样子 导演 你来演 你演得比我好 我说不会吧 其他工作人员就说 其实你演得比较好笑 他说我当时还以为开玩笑 后来就一般好朋友 都找我去客串 从客串慢慢... 可能我的养子比较像卡通 以后八十年代初了 刚好就留从卡通人物 OK 出来的都是奇形怪状 有三角的 有四方的 对... 对 那那个时候就... 台湾那个时候也是 对... 不然我不会出了 你不要拖人家下水 好 所以就是说 突然你当了导演之后 你要觉得你在导戏的过程当中 发现其实你演得更好 所以你就变成又去当了演员了 对不对 其实不是演得更好 是演员赚钱比较快 你后来也发现演员赚钱比较快 对 演员赚钱比较快 因为导演你必须要半年到九个月 不做别的事情 对 几人兼一个工作 但是演员你可以同时间 我曾经我的外号叫 就是八部戏同时在拍 八部戏同时在拍 对 那怎么拍 对 拍 早上到那边 下午到那边 晚上到那边 不会错乱 所以都没事 所以以前就... 那个演戏的方法 其实都好像有一个ABCD A表情 B表情 这样子 但是喜剧呢 因为喜剧都是... 第一 我的样子已经很喜剧了 第二呢 喜剧是用志气语言的 所以你只是夸张一点就能演 但是后来翻过来 要演一些比较内心戏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就会碰到这个挑战 因为像我想曾志伟先生自己 当然也想要试着改变一下戏录 因为演多了太多这种 嬉笑怒骂的角色之后 好像有一次你也要求这个导演 改一改你的戏份 那你去演一个比较正经的角色 结果好像有点出师不力 对不对 既然你觉得我行 我就去试吧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 我能够演甜蜜蜜那个时候 那个黑石灰大哥 因为那个黑石灰大哥 不是要演一个黑石灰大哥 还要演一个张曼玉喜欢他 不跟黎明走的男人 这个是很难的 这很难吧 对 虽然常常都会这样子 但是... 对... 连你都哭笑 对 对... 所以演戏就有挑战很开心的 就是你会演一些 你一生人都没想过 但是既然有人觉得你能演 你就把它演好吧 然后观众一肯定你这个角色 你就会 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 旅行观众会喜欢我这个演员的 就是从甜蜜蜜开始 原来他们也能接受 因为他们觉得张曼玉能接受 对 他们就能接受 因为... 对啊 张曼玉能接受 对 对 因为后来我去全默这个角色的时候 第一 事前才遇愤怒 第二 很幽默 但是最厉害第三 就是很细心 永远你还没开口 他也知道你想看什么 演还净 所以在戏里面 我就有一个米球老鼠 对 我在我身上这样 这些就是原来女孩子是 真的挺吃街套的 所以他们就认同了 张曼玉可能要跟我走 对 既然她认同了这个角色 就认同了就会 就认同了这个角色了 好 好 在这段我们要再加入一位 这个神秘嘉宾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志伟跟这个宝姨 知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客人会来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对不对 好 来我们来欢迎这一位神秘嘉宾 我们欢迎柯友伦 柯友伦 柯友伦 柯友伦说了什么 让曾志为与阿宝痛哭失声 她被我妈妈当起家里的 是很重要的假事 其实我觉得我们一般人 都是这样去帮她 我不是一个人 对 你不是一个人 我们还有这样子的家人 对 对 我们欢迎柯友伦 柯友伦 Oh my god OK 这是一个惊喜 因为我们之前并没有跟 没有跟这个曾导演讲 也没有跟保姨讲嘛 你们都不知道这个客人要来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你看到她 比爸爸看到她还高兴啊 就... 年轻人年轻人的交情 年轻人年轻人的交情 因为很多节目都莫名其妙 说神秘嘉宾神秘嘉宾 还要去保妈 有的时候还是说 对不对 对不对 可见她心里有这么害怕保妈来 没想到 不是保妈 我猜 好 我们坐下来好了 坐下来一谈 好 以后就这样站着成 好 今天会请柯友伦 到节目当中来 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电影圈呢 其实曾志伟算是个大哥 他很有大哥的风范 他也很会照顾人 那我觉得在2003年的时候 其实对于曾志伟 对于香港演艺圈的 许多的朋友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特别 心情非常哀伤的一年 因为在那一年 同时你失去了三位好朋友 四个 四个 张国荣 梅艳芳 还有就是友伦的父亲 柯寿良 小黑 还有第四个 罗文 罗文 也是在2003年 好 所以我是觉得当然 因为事实上台 在香港很多知名 像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位 都是非常经典的演艺人员 在台湾其实同样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跟受欢迎的程度 我觉得要不要请曾导演先谈一谈 就是2003年就是香港的演艺圈 运落了这么多大明星 对你的心情一定有一定的冲击 其实对我当然是我的感觉是失去一堆朋友 对 但是我觉得对一堆年轻人更惨 因为这些都是很多歌手 演员 他们的方向 而他们走了 他们有点失去方向 当然我看到很多艺人突然间有这个忧郁症 有些艺人 迷路 不晓得该怎么样 所以你看到2005 06 有些艺人躲起来 没有在唱歌 对 是因为他们要重新再找自己的方向 对 要整理的心情 对 人 那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你有那么脆弱 对 那你还叫什么 你还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那个人突然间会感觉到 要重新再衡量自己 好 那我会提到这一段是因为 其中就是柯寿良就是友伦的父亲 我们都内称他小黑 他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 一个特技会飞车的 其实很多人觉得说 那是非常酷的事情 不过也因此而运落了 但是曾志伟就是对于柯友伦 就是也很爱护 你等于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跟他爸爸是非常好的朋友 有从他当小明星 小明星 现在当大明星了 因为友伦很小就跟着爸爸旁边演戏 对 对 他演个大戏 跟许冠杰去 威斯理传戏 威斯理传戏 对 小猴猴 对 所以好 这个友伦我们要谈一点 比较就是开心一点的 在你心目当中 你觉得这个曾志伟叔叔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很多耶 OK 他长很多 很多特色 很多特色 因为小时候就是一直在观察 对 然后因为是 最小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是 觉得说这叔叔长得很可爱 这个叔叔长得很可爱 小时候很少人会用可爱的形容 对 因为小时候看叔叔就觉得 他是整个外貌就给人家 卡中脸 第一个感觉是 好远过去 不知道是 揍人拳 就是可以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的一个 然后后来慢慢长大之后 就是懂事之后 然后看到看叔叔主节目 觉得这叔叔口才很厉害 对 口才很厉害 对 然后后来就是跟爸爸 有几次跟叔叔他们出去的时候 相处啊 又再看他们这些大人的时候觉得 这叔叔他们脑里面 不只是口才 还有很多内涵的东西 所以是每一方面都看到 都觉得这些大人很厉害 对 好 那反过来呢 这个曾导寅怎么样看这个幼轮 一开始看他觉得很可爱 反正大家看大家都很可爱 因为我觉得他很聪明 然后慢慢地觉得他里面还有很多东西 对 没有 我很喜欢这个孩子 对 因为在前面我觉得 其实我们对他有点担心 一开始的时候 对不对 对 因为学会走了 其实他要慢慢当起家里的 一个很重要的假事 对 妈妈 弟弟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一般人 都是想去帮他 对 结果他没有求我们去帮 非常好 对 曾志伟 曾导演想到了老朋友 看到了老朋友的儿子 都已经这么高 这么壮了 而且非常努力地想要走自己的路 心里面有很多感触 对 但我知道他第一张唱片非常受欢迎的时候 对 我们所有人 特别是学友 刘德华 因为这些都是所谓的非常好的兄弟 但是都很开心 为他而开心 那怎么办呢 我真的不想把气氛搞得这么爱香 但是我觉得是真情流露了 真的 就是说曾导演看到友伦 你也替小黑觉得很开心吧 对啊 这个儿子很帅的 不是哀伤了 是很开心的那样 对 开心了 这个是不得了 对 不得了的啦 你知道他现在做什么吗 现在做 来 报告一下 跟叔叔报告一下 最近的工作 不是演员跟歌手吗 演员跟歌手吗 对 还有当年家吗 没有当年 还没有 访问曾志伟 我觉得有点恐怖 对 他常常会发出片 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如果去当年我就放心了 对 对 太黑了 对 最近在拍偶像剧吗 拍完了 现在在准备第四张章集 OK 第三张 第三张 对啊 我想说一准的时候 传出来了 奇怪怎么中间出了一张 对啊 还是那个唱片模式吗 还是一样 还没关了 你怎么这样 依然一样 OK 哼一小段 最近的歌吗 当然啊 你知道这个机会 这个叔叔在旁边也听一下 欣赏一下 害怕的你不用担心 我脑里都不回去 唱你想听的歌曲 那些你还没写完的日记 好好听 OK OK 好 好 让这个曾叔叔很开心 因为看到你这个一切都很好 今天的客人其实非常可爱 因为他主动跟我们制作单位说 要带个礼物来送你 对 结果我就看到他今天居然 带了一瓶酒来 对 为什么 我刚刚不知道 我还以为到节目晚都还没机会送 对 会 我看到了会让你有机会送 我买一个很好喝的红酒 然后跟一个雪茄 因为我知道 对他的印象 叔叔还是个酒鬼 没有 不是小本 他们的成熟男人的场子 好爱讲话 真的好爱讲话 因为我搞不好有一天 也会变成熟男人 所以我也觉得 OK 因为这个他给我了 他知道我会跟他分一半 对 还是跟他分享 对不对 好久跟好朋友分享 那么粗 那么粗 谢谢 谢谢 很温馨吧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对 好了 这个礼物也值得掌声鼓励一下 我觉得这一段从头到尾 这个宝衣在旁边 都是非常开心的 看着这个友伦跟爸爸在聊天 你跟友伦也非常熟悉 小 很小的时候就 就认识了 就认识了 你等于是姐姐嘛 对不对 我是姐姐 对 OK 姐姐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 鼓励一下 姐姐 我叫他鼓励你 你不要急啊 好吗 姐姐跟我讲很多了 真的吗 OK 好 但是我最伤心的时候 然后就很无助的时候 就是电话有就是响起 然后看到里面 看到里面的讯息 我就觉得 没什么好话 对 对 所以你记忆最深的是哪一句话 让你 产生力量在心里面 最深的就是说 我不是一个人 对 我们还有这样子的家人在那边 对 对 所以 就看到这个时候才 就整个人就 对 对 很大 对 对 我觉得这一段 对于这个 我的两位特别来宾 宝宜跟曾导演来说 这是一个很意外 那我觉得 也给今天的这个talk show 带来了很温馨的气氛 好 那么除了今天请到了这个 柯友伦来节目当中之外 在节目稍待一会儿呢 还有另外一位特别来宾 不过这个特别来宾 宝妈 不能算是神秘嘉宾 这位不是神秘嘉宾 这是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 就是最近这个曾志伟 跟宝宜有点关系 的一部这个电影 而且是以台湾的 本土题材为主的 我们要来欢迎这位 特别来宾 同时我要先谢谢柯友伦 好不好谢谢 谢谢 加油 加油 谢谢 为拍曾志伟新戏 阿宝亥惨年轻新演员 启用的全部都是新的演员 对 有一个里面有个很可爱的小胖子 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 他要考大学 一部人家 今年 今年冲考 考大学的同学呢 小心 他就要碰上他就 好 在这段节目呢 我们要欢迎另外一位 这个特别来宾呢 这是九江峰的导演 林淑宇林导演 我们欢迎他 好 欢迎林淑宇 好 你们应该还熟吧 很熟 很熟 OK 好 好 这次因为 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 曾导演的这个 监制了一部这个电影 叫做《九江峰》 九江峰要不要请导演 先来介绍一下 九江峰 九江峰是一个客家化 那因为我是新竹人 对 九江峰是我们就是新竹 农历九月的东北季峰 东北季峰 对对对 那我 因为我们这整部片子 在新竹拍摄的是 一个青春的校园片 对 那我用九江峰来形容青春 这样子一个议题 OK 好 所以这个基本上好像 有一点类似是你自己的故事 作为出发的 是吗 是 那所以我觉得很奇怪了 为什么一个非常台湾的 是九个高中生嘛 九个台湾的高中生的 一个青春岁月的故事 为什么会让这个 曾志伟先生觉得很喜欢 然后最后你把它 是你投资拍摄嘛 对不对 为什么会喜欢这个题材 因为我觉得 其实现在很缺乏这种题材 来关心年轻人 其实看电影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对 我记得我们八十年代 我在拍戏的时候 有一部外国片叫 《Singham's Fire》 那个时候很感动 我们所有电影人的心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年轻 对 所以在香港来讲 其实一直在等一些 好的年轻人的电影 然后我就 前几年我就开始在找新导演的时候 我也想找多一点花语题材 就在大陆 台湾 也过来找 也找阿宝 就要帮忙 帮我看多一点本质 阿宝马上就 有 记得林导演那个 过来给我 还把他那个短片 也送过来给我看 对 我一看完 我喜欢就不得了 为什么你会特别喜欢这个 因为连我 没有回去学校那么多年 对 我都有回忆在里面 我都看到我自己 看到我的朋友 看到自己的影子在里面 对 更何况 现在的学生呢 所以我觉得这一类戏实在是 很会感动观众 看电影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会带入里面 对 里面其中一个角色是你自己 或者是 你的儿子是里面的 你的朋友是里面的 对 为什么大家看戏 看你的偶像 就会觉得很好看 因为这个人 这个偶像 你已经当他是你的一份子 是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家里的人 所以既然你家里人在里面演 你会觉得很开心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其实香港应该有这些戏 我就想跟他保将说 能不能跟林导演说 把这个戏卖给我 我在香港拍 但后来我一看 97年 那导演 那是不是他自己的童年 童年 那一定是 导演他自己很想拍一次 自己的一点 他感觉在里面 他的生活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如果把它买回来的话 对他不公平 对 然后我就想 其实这个戏 因为这个台湾戏 在香港也未必能放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拍一个 香港的版本 因为这个戏拿过来香港 只有很多分布 因为香港不是新竹 但是整个题材拿过来 变成香港的生活的时候 年轻人看着会特别投入 因为大陆也没有这种戏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个狂想 林导演 你能不能我投资这个戏 但是你把这个题材也给我 我香港也拍一个 大陆也拍一个 以前我想没有人做过这样子 一个题材同样拍 三地都拍 所以在这个片子 2008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你可以看得到他们有种不同 那这三个版本 都是林淑宇导演做导演吗 不是 不是 你就是导台湾的部分 对 那台湾的部分 你觉得最大的特色在那里 我知道你启用的 全部都是新的演员 对 九个都是新演员 他们之前都没有演戏的经验吗 唯一有一个他是张杰 对 除了他有点演戏经验之外 对 其他都是完全新手 其他都是新手 那甚至于就是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小胖子 那他是在 他是连就是连广告什么都没碰过的 他是在超级市场找到的 对 他硬把人家拗来 人家去年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 他要考大学 可是因为我们实在觉得他太可爱 太讨喜了 结果呢 还说服了人家的父母亲吗 对 经过人家 今年 今年冲考 可是我必须要说 耽误人家的学演 他真的很可爱 我们在香港那个香港电影节 做首映的 世界首映的时候 我听到我后面有很多uncle 就是我爸爸的朋友叫uncle 什么谭永明 钟振涛 只要小胖一出来 他们就笑了 OK 所以真的是很有效果 很讨喜的一个演员 对 他很可爱的一个演员 不过要考大学的同学呢 小心 没事不要随便去超级市场 真的 真的 被挖走了 碰到他就要三年一年 就要三年一年 或者可能要重考一年了 对不对 其实谈到这个电影 当然在台湾来讲 很多人提到的电影就是 相对的有一点比较伤感 因为觉得好像台湾的电影 國平一直在没落当中嘛 好像刚才这个阿宝提到一个 一个概念 就是你想要邀很多的人 共同来投资拍电影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万人老板 一万人老板 我必须要说 老板会太多了 我必须要说 其实我爸爸在拍 九江峰两岸三地版的时候 真的给我很多的启发跟鼓励 因为我觉得他的确做了很多 一般人不敢做的事 可是他交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如果现在不做 也不会有人再做了 或者说你这个时机是 你最想做的时候 就要努力往前冲 然后不管是你跌倒了 或者是往前冲了 你都证明给自己看 你做到这件事 然后缘起是 缘起其实挺有趣的 是因为我们刚好有朋友 出国去公干的时候呢 他们就跟一群外国朋友在聊天 然后聊天聊聊聊 就在想说 你们认识台湾吗 你们觉得台湾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他们说台湾 台湾就是一个 旧旧的日本的感觉 然后好像有很多gay 然后我们就在说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子想 然后呢 他们就说 因为他们其实那些人 去很多影展 看了很多台湾的影展电影 然后我们就说 其实原来 因为你知道文化产业 真的是认识一个地方 最好的管道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来拍一部 让世界能够看到 台湾现在是什么样的电影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希望能够让很多台湾人 都来参与这件事情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这个曾志伟跟宝怡 还有导演林书伟 来到现场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 而《九江峰》也即将上映了 我想或许大家可以 再重新回到电影里面 去感受一下 代表台湾的年轻人 也许在里面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 自己的一点影子 来共同分享一部分的感动 谢谢三位 也祝三位这部电影 非常地成功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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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